Target商店於昨日表示,去年的庫存損失約為7億6300萬, 預計今年的損失將超過10億。 此外,與去年相比,今年的盜竊和有組織犯罪造成的損失, 預計增加5億。 Target的CEO指出, 除了銷售放緩和消費者對價格更加敏感意外, 很多零售商都面臨盜竊行為、日益猖獗的問題。 全國零售聯合會的數據顯示, 2021年,零售商庫存損失的成本為945億。 其中零售犯罪佔這些損失的37%,約350億。 Target一直努力應對庫存損失的問題, 通過在門店安裝防護裝置和調整分類,來減少盜竊。 Target還會與政界人士、執法部門、零售行業、貿易團體合作, 以提出最佳政策建議。 一些零售商和貿易組織已經推動了一項新立法, 自在要求賣家進行驗證, 令徹策無法輕易在網上出售盜竊或假冒商品。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